欢迎来到游闯天涯Super X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的现场 这季跟上一季感觉完全不一样 大部分的一些舞者全部都是很年轻的 今年十八岁 今年十八 年十八岁 今年十八岁 小时候梦想成真的感觉 Let's go 比较有活力 比较有冲击力 比较有激情 想象力 这个第一场也太狠了吧 太痛苦了 救命了 太猛了 这个 很多舞者一跳的时候 确实跟你眼前一票 不管是谁 只要你们站上来 我们就提前送你们回家 鲍鱼球 我希望看到的更多的是音乐的理解 音乐的表达 我觉得你的耳朵完全在听着这个音乐的一些细节 我这个是我我很喜欢的 Super Ladies 其实我在跳舞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感受吧 跳舞是不分男女的 我们可以 哪有女分不如男 我们都是花木兰 我的天啊 很有创意 感觉比往季都有创意 全场舞者请注意 接下来有请队长进行神奇对战 不要帅 我们是要帅 不要不搞笑 要搞笑 还有最重要不要骑 要骑 我不太擅长搞笑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出来搞笑的效果 你这个有点像比赛舞蹈违规了 太骑了 一波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跳了 好期待 好好骑啊 对 刚刚四位队长的舞蹈 你最喜欢哪一个 如果你不做选择 你选一个 接下来进入勇者无畏 双杀战 六个外国人 只有四个中国人 我特别想借此机会 跟外国友人们来一场刺激的对决 就想让他们知道一下中国的年轻人 不是那么好惹的 好狠 好狠 好强 太凶了这个老外 他已经连胜了三个人 我一定要终结他的三连胜 外幕 OK 四位队长 外幕 好狠 五个不同 我完全遭到 五个人 七枝 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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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人 五个人 这一季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这回是一条大的街道 完了两侧有不同的一些空间 有什么露营的 赛博朋克的风格的 还有什么餐厅 还有什么游戏 还有什么游戏房间 各种的空间 包括很多的计装箱 就整个设计会跟以往 完全有很大的改变 这一季 很多都是国内的新生代代 应该会比较有活力 比较有冲击力 比较有激情 想象力 我希望能够在最好的阶段 所以我们是最好的领导 一波是一个领导 他喜欢自由舞蹈 我是自由舞蹈 所以对 为什么要跟他做什么 王一波老师 韩庚老师 都是老队长了 这两个其实意料之中 像刘雨晴老师来 我还蛮意外的 对的 然后李承轩老师也蛮意外的 因为我在这就是街舞其实有三个阶段 选手 嘉宾 还有队长 回到这就是街舞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特别亲切 而且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新的力量 在这个舞台上希望看到更多 不管是风格怪异的 还是想法天马行空的舞者 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呈现最好的自己 我自己之前也看过刘雨晴的视频 因为她也是一个popper 还挺亲切的 能遇到一个popper的导师 据我知道的话 她从十岁就已经开始学习街舞了 我们作为街舞者来说 还是真的很希望明星舞者 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 说实话是有一点压力大 我是对于跳舞这一门艺术 有大的一个热情和喜爱 这一季是带领一些年轻的 带着希望的一个未来他们 那这一方面我觉得我能输出的东西 可以说是有的 至少我的审美 我喜欢的音乐表达的方式 那我觉得我是至少是有一个输出点 今天参加的新的同学比较多 有很多的同学过去十六七岁的 然后现在成年了 这一季大部分的一些舞者 全部都是很年轻的 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力量 我也经常会看得到 很多的一些视频是很厉害 因为就感觉下一批的一些新的舞者 马上就要起来了 大家好 我们是英军逼人组合 我们的口号是 跳舞不跳 基本功 一 二 三 四 古有刘关章 桃园三简易 今有竹梦者 这阶三兄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妙玲 我是一名爵士 比较型选手 我叫鱼雷 我来自北京 MME 然后我的队长是鸭子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广州的 Killer Squad 我是Tobi 十八岁 我是施航 不知道几岁 我是Wiki 也是十八岁 有很多好舞者 还有这些年轻的中国舞者 看起来很可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荷兰蒂 张泽 今年十九岁 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然后我的特长是健美操 还有跆拳道 空手道 Tricking 然后我的空翻特技 也是B-boy里边最出色的 最牛 最出色的 我叫Lockin Do 豆豆刘安初 今年十八岁 来自四川成都新武中 肖家班 最好的成绩 KOD8 Super Kids冠军 宅宅 更不得了 新生代里面的佼佼者 风格 还有她自己和音乐的方式 宅宅的话 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是上一季杨凯冠军的学生 对 我很期待他们 第二季有Gumbo 第三季有杨凯 第五季黄凯 宅宅 之前训练营有见过宅宅 感觉实力挺强的 其实 周玉翔曾经也是代表着 中国的少年队走到过全世界的孩子 在以往的比赛里边 我经常会叛周玉翔的比赛 也一起去国外比赛 他可以代表中国的新生代最强实力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阿酸 是泡沫VBOY 尊敬 南国最好成绩是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泡沫大赛 阿酸其实在中国同龄人里面 是最高级别的泡沫 都很出名的用自己的单一的泡沫 这个风格 然后已经是最厉害了 我拿过最好奖项的应该是 TST第一届的冠军 BDS连续两年重庆战冠军 2017年WOD的世界街舞大赛的 T5冠军 还有什么JCO 还有大迪哥 他们都在 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是我们经常在Unground 见到一些Battle King 我特别想跟他们来一下 嗯